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背景 来看一下内容提要 习民正要接班吗 习家二代进入政界 拜登表示习近平和中国不确定未来要怎么走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习近平的家族第二代进入了政界有望延续其政治影响力 一篇署名为一名的文章表示 在4月13号的时候 河北省成德市下属的成德县政府的官方网站当中 贴出了成县政之字20225号问 这是一份成德县人民政府关于齐明郑同志任职的通知 宣布经成德县委提名 县政府决定任命齐明郑同志任县农村农业局的副局长是挂职 目前这份通知已经被从网上给删除了 但是百度快照仍然可见 分闲师认为这份通知预示着中共总书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侄子出生于1993年的习明郑 化名为齐明郑开始进入了政界的起跑阶段 纽约时报在2018年的11月27号的报道 中国如何抓捕外逃官员扣留他们美国孩子的文章当中就曾经提及 习近平的侄子刚刚从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毕业 在乔治敦期间他还在布鲁金斯学会学习 根据外界所知习近平的侄子习明郑是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与前妻的儿子 根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网站的信息 习明郑美国本科毕业之后返回了北京 进入了清华大学就读精管学院 2019年7月份的时候 四川宜宾的宜宾党建网 以清华大学研究生骨干赴五粮业集团调研 国企党建文化报道了习明郑的这一行程 他使用的是化名习明郑 身份是清华大学宜宾骨干研修班基层实践支队的队长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专业的博士生 个文章说齐明郑在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的指导教授 是1996年与美国乔治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杨百银教授 可以检索到杨百银与齐明郑、善许昌等合作的多篇组织变革相关的学术文章 文章说2019年的8月份 面向知识分子的中共党报光明日报刊发了 齐明郑、善许昌的署名理论文章 教育精准脱贫的理念与路径 单位分别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齐明郑身材高大 除了积极参与学术和社会活动之外 还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篮球队的中锋 根据清华大学经管体育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齐明郑2015年来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15年就读硕士研究生 17年就读博士研究生 2020年进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作 2021年被选派到河北省成德县 担任刘丈子乡、孟家庄村、驻村第一书记 文章说齐明郑的特殊身份和国家市场管理监督总局的资源 在成德县刘丈子乡、孟家庄村的这段驻村书记经历当中起到了作用 2021年4月份在线保险平台水滴筹创始人沈鹏来到成德县 刘丈子乡、孟家庄村和齐明郑共同宣布 水滴乡村振兴宝试点落在孟家庄村 全村1800位村民都将获得一份最高保额20万元人民币的医疗险 2021年4月23号应齐明郑的邀请 在线英语教育平台VIPK的外国专家科普公益课堂 走进成德县刘丈子乡中西小学 2021年6月份的时候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任可检测司的党支部 举办庆祝建党百年传承红色基因 赢七一主题党日 齐明郑以任何检测司挂职干部的身份 讲述了他在河北成德县 刘丈子乡、孟家庄村、乡村振兴路上的故事 根据中共官方的消息说 虽然挂职时间仅仅四个月 但是齐明郑立足基层实际 积极协调资源、创新帮扶方式 抓党舰、新产业、带群众、不短板 重视履行、援授双方联络人、帮扶政策执行人 市场监管形象代言人的职责使命 彰显了认可检测司、党员、干部、传承使命担当 服务乡村振兴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文章说熟悉中国政治的分弦师认为 即将年满三十岁的齐明郑以挂职干部的身份 提升为政科级之后 随后很可能将在基层得到迅速的提拔 以习近平的经历来看 年仅四十四岁的习近平 在一九九七年的中共十五大成为了中央候补委员 习近平的官方简历当中并没有提及 他正式成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时间 可能是因为在一共一百五十一人的 中共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当中 习近平以最低票数列为最后一名 当时习近平从福建省委副书记 兼任福州市委书记 转为专任福建省委副书记 此后不久 习近平转任福建省长 开始了接班之路 一般认为习近平正在谋求 在二零二二年年底举行的中共二十大上 继续连任中共的最高领袖 从而打破江泽民胡锦涛 这三十年来形成的隔代协商指定接班人 限制其任期为十年的不成文的传统 这次对二零九七星冠状病毒疫情的强硬处理 有分析认为 也因为在交班甚至打破常规的敏感期 习近平不希望抗议这一巨大的政治资产 翻转成为政治负担 被潜在的政治对手攻击有关 此外习近平谨慎的选择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道德制高点 而并没有对引起上海民众巨大痛苦的动态清零具体政策发声 传播上由专家和业务部门卫健委来发声 作为抗议危机的战时最高领导人 也使可能发生批评连任布局的党内元老 处于难以集结和发生的困难处境 文章说 因此一般认为除非出现完全不可控的传播 否则强硬的动态清零政策 至少将延续到今年年底二十大结束 甚至可能延续到二零二三年中国的人大换节之后 如果习近平顺利的继续担任十年任期的中共最高领袖 虽然很可能并不会选择齐民正作为接班人 齐民正仍然有机会在四十岁左右成为中央候补委员一级的高级干部 有望延续习近平家族的政治影响力 为东亚当代政治的类似故事增加新的案例 好 再来看一下 拜登表示 习近平和中国不确定未来要怎么走 来自美国人的报道说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世界局势正处在不断变化当中 其中中国所处的局面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国人民不确定自己的未来走向 拜登在星期四也就是八月二十五号的晚上 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首都华盛顿的郊外 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举办的一个招待会上 发表讲话时发表了上述的评论 他表示 中国所处的一个情况是 他们正在试图弄清楚 他们要走向哪里 如何处理所走的方向 他们不是很确定 拜登提到 他是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相处时间最长的世界领导人 过去十二年以来 曾经与习近平单独相处超过七十八个小时 其中六十八个小时是面对面的接触 他表示 习近平不确定要怎么做 拜登说 他过去的广告招牌是什么 来中国投资 你有巨大的人口市场 那么现在发生了什么呢 他完全不那么确定这种能力了 中国方面对他们的未来感到非常非常的不确定 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未来感到不确定 拜登在讲话当中没有详细的说明 他做出这种判断的具体理由和信息来源 报道表示二十年前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大量外来投资与对外出口 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的发展 但是在过去几年当中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内政治方面出现了很多批评者所说的开倒车的做法 经济增速也放缓 北京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严重恶化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今年五月份在描述拜登政府中国政策演说当中表示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内变得更加具有压制性 在国外变得更加咄咄逼人 报道说目前中国领导层继续坚持新冠清零政策 这在今年上半年对经济造成了进一步的冲击 此外中国的房地产债务危机持续 并且引发了全国性的停工停贷潮 上个月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3.3% 中共将要召开二十大 习近平正在为他的第三个五年任期做准备 这将打破改革开放之后 中共最高领导人任期不超过两届的先例 本月早些时候 中国总理李克强视察最早改革城市深圳的时候就表示 对外开放是机遇的大门 中国绝不会也绝不能把它关上 还宣称长江黄河不会倒流 而另外一个方面 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的习近平 在中国国企重镇的辽宁视察时 则强调自力更生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